这是一家陷于困境的国有林厂 每年的开支缺口四到五百万左右 这是人们和大自然的一场较量 在阳河造林特别难活 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 你看这周边那个盟店这个树苗也很少 铁锹 锄头和阳稿 就是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工具 如何在不砍树的夹缝中意外杀出一条生财之路 近年来陕西省积极申报国家湿地公园 加快湿地保护区建设 使湿地公园总面积达到六十多万亩 建成各级湿地保护区九处 形成了以国家湿地公园和湿地保护区为主体的湿地保护体系 陕西地处中国西北内陆 整体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 水资源的缺乏更突出了湿地的重要性 据了解陕西湿地生物多样性丰富 特别是湿地鸟类种类多 数量大保护等极高 共有湿地鸟类九木二十四棵一百二十一种 你好 欢迎收看绿色时空 我是李薇 要说临下经济做什么最赚钱 这答案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有的呢 搞临下养殖 有的搞临下套重 有的发展生态旅游 还有的专门搞美食特工 这眼花缭乱的临下财富 依托的虽然都是临业资源 赚钱的却往往是那些临下的副业 可是呢 在河北省成德市的一家国有林厂 他们却偏偏不信这个邪 因为是在植树造林这个正业上 赚得了百万财富 不砍树 经营什么能致富 为了逃到临下财富 各地能手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有人发展临下养殖 孔雀 土鸡 乌鸡 还有七彩山鸡 有人种植药材 铁皮石虎 金线莲 乌药 还有黄金 有人在临下搞套种 种山道 种地瓜 还种太子参 临下美食更是少不了 香菇 瓶菇 松磨和华子菇 更有胆大的是特色养殖 蜥蜴 蜈蜈 蜈蚣 还有会飞的老鼠 五花八门的临下财富 饮花缭乱 数不胜数 各有各的巧招 各有各的绝活 可是在河北省平泉县的一家国有林厂 他们一不靠奇招 二不靠陶巧 而是踏踏实实在山上栽树 树栽好了也能赚到大钱吗 这里面呀 可是有实实在在的诀窍呢 各位 预备 河北省成德市平泉县 一场激烈的拔河比赛正在举行 参加拔河的是黄土梁子国有林厂职工 中间指挥的正是林厂厂长池明峰 我们林厂职工共190人 每年的开支缺口得在四到五百万左右 从池明峰憨厚的笑脸上 很难想象光职工工资的缺口 每年就有五百多万 在生态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 如何做到不砍树也能增加林厂收入 填补职工工资的巨大缺口呢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石明峰成立了三个小组 造林资金仅仅是去年的一半 造林任务却丝毫没有减少 这样艰巨的任务有人敢接吗 于清军 林厂产业科的科长 带领第一个小组爬到了一座长满游松的山上 这块林的建立局已经批复了 需要做咱们这次的采伐任务 在平泉县获准采伐的商品林已经所剩不多 其中就包括这片游松林 难道于清军想速战速决 今天就要把这游松林全部砍倒吗 这次采伐任务呢 咱们根据设计方案的要求吧 咱们应该保留母树 什么 保留母树 以往的商品林砍伐 是把成材的林木全部砍倒 这次怎么还要保留一些树木呢 难道少砍几棵树 就能少栽一些 节约造林成本吗 我们对主伐的游松林采取保留母树的经营方式 通过母树落种 使主伐后的游松林地能够达到天然萌生 原来保留母树是为了让母树的种子落地生根 萌生出新的游松苗 这种别出新材的造林方式 正是石鸣峰为了填补资金缺口想出来的办法 可这种保留母树的办法造林 真的能成功吗 保留母树给你发的要求 当时一亩地666平保留6到8颗 标准化的商品林里面 每667平方米生长有55颗游松成树 只保留其中的6到8颗作为母树 落下的种子能把整块林地覆盖完整吗 树子落的范围应该是在它的 两倍到三倍树高这个范围 因为它的树越高 它落的这个抛物线的就是这个东西 它就越大越远 成熟的游松子爆裂后 即使在没有风的情况下 弹射出去的距离也是所在高度的2到3倍 而游松母树的高度一般都在10米以上 照此推算 6到8棵树的落种范围远远超过667平方米 可问题是 如何在55棵游松成树里面 把这6到8棵母树选出来呢 先把四肢边界做好 做好之后咱们再确定每棵母树的位置 选母树之前 首先要把667平方米的标准地画出来 以这个为标准点量22米 选定一棵树作为基点 量出一个宽22米长30米的矩形区域 标准地画好了 接下来如何选择母树呢 首先就是测量平均胸镜 母树的胸镜要大于平均胸镜 平均胸镜的测量方法有多种 鱼青菌选取了几颗最粗和最细的进行测量 然后计算它们的平均值 这种取样推算的方法虽然不是十分精确 但简便一行具有一定的操作性 通过计算平均胸镜应该是18.6 第二就是测量平均树高 同样用取样推算的方法计算出平均树高 灌性也要好 灌性要大 灌性好结实量就大 结实量大弱得多 然后萌生的就是幼苗比较多 胸镜大 树身高 灌性伸展 这是作为母树的三个基本条件 可在标准化浮育的商品林里面 满足这三种条件的林木 至少有三分之一 究竟哪些树才能作为母树留下来呢 样方是666平 每个母树应该是80多平 母树在这个样方里要分布均匀一些就可以了 只有均匀分布 落下的油松子才会覆盖到整块林地 这是一家陷于困境的国有林场 每年的开支缺口四到五百万左右 这是人们和大自然的一场较量 在羊坡灶林特别难活 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 你看那周边那个蒙蔑这个树苗已经很少了 保留母树天然落种坊 四怀断根激活蒙蔑坏 小反坡灶林坊 深陷困境的国有林场 如何起死回生 又意外赚到了百万财富 取这颗吧 这颗就行 这个我两两平均雄径大于18.6 要大于18.6这就行了 行 这个平均雄径20呢 怪形也不错 树高也达到平均树高了 这留这个树吧 来留个儿把这树喷上 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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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 作为母树的游松一旦被选中就要及时打上记号 就在于清军在游松林里忙着选流母树的时候 林场之工李绍辉已经带领第二小组赶到赤槐林采伐基地 准备挖断刺槐的树根 刺槐根系蒙镍能力很强 能够天然更新 但是连续采伐四次以后 蒙镍能力要下降 毒树要减少 坟墓不均 生长也缓慢 你看这个 这是我们第一次砍伐的 蒙镍出来这两棵 这是我们第二次砍伐 蒙镍出来这个 这是第三次砍伐出来蒙镍这个 然后第四次砍伐以后 你看周边蒙镍这个树苗已经很少了 正是因为根系蒙镍能力很强 刺槐造林一次等于四次 可四次采伐之后 就很难再蒙镍出新的幼苗 李绍辉琢磨着 能不能找到一种方法 将刺槐根系的蒙镍能力再次激活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 人工促进刺槐天然更新的一个实验 砍伐刺槐能促进根系蒙镍 现在没有树木可砍 那把树堆挖出来 是否也能促进根系蒙镍呢 这个是多次采伐的一个采伐基地 已经经过四次采伐了 现在我们把它刨出来 刺槐属于浅根系树种 主根并不明显 侧根则相对比较粗壮 水平延伸可达到四米以上 李绍辉把刺槐的树堆挖出来后 大部分的侧根还剩余在山上 现在露出了很多的细根 这些毛细根已经断开了 它要蒙进出很多的小树苗 然后我们少浮一点土 一是保持水分不会被晒干 第二个咱们为了保持水土 防止这些水土流失 为了找出一个既有效果 又最省力的方法 李绍辉决定同时做几个对比试验 同等力量条件下 我们再做第二个实验 这个实验也是采伐四次以后的 一个发墩 这个发墩不挖出去 做一个环状的断根的一个实验 你看看它到秋天以后 这个文艳能力有多少 然后计算一下它的这个树树 跟前面做个对比 挖出树墩并不是目的 目的是砍断树根 刺激根系蒙灭出新的树苗 既然如此 李绍辉同时做了一个不挖出树墩 只是把周边树根截断的试验 大家可以看 靠树桩下侧房的这个树根比较密 我们现在已经给它断开 靠在树桩上面的比较少 在具有一定坡度的山上 李绍辉发现 刺激的根系并不是均匀分布 而是下坡面分布的多 上坡面分布的少 在同等的劳动付出下 如果只截断下坡面的根系 会不会蒙涅出更多的树苗呢 李绍辉又做了第三个对比试验 沿着下坡想开挖一个半圆形的断根切面 我们为什么在发根下面开半圆形的断根呢 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发根下坡的根系比较发达 它容易根系的能力比较强 将来以后长出的苗子要比较多 再有一个原因就是山上的水 就是山坡下的地表净水 我们这个半圆形的沟要接流一部分 它能增加水分保持水土 挖出树墩断根 保留树墩环撞断根 保留树墩下坡向半圆形断根 三个对比试验 究竟能不能达到刺激根系蒙涅的目的 哪种方法的效果又会更好一些呢 林场职工沈忠志带领的是第三小组 他的任务是在向阳山坡上造林 沈忠志带领的第三小组 手里拿的不过是锄头铁锹和羊稿 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工具 能完成实质荒山阳坡的造林任务 解决林场的一大难题吗 我们荒山林场在生产实践中 总结出一个小反坡造林技术 这个能很好得能提高这个造林成果率 什么小反坡造林 难道在羊坡上还能制造出一个阴坡不长 尽管很难想象 但奇迹就是这样发生了 在满是石头的荒山上 沈忠志先是带领大家挖出一定规格的坑穴 长是五十公分 宽是四十公分 身价达到三十公分 要想造出小反坡 就不能挖成普通的坑穴 而是要让它的纵切面成为一个V字形 这样和羊坡面相对的另一面 坡像就发生了改变 这就是小反坡 小反坡只能成为一个四十五度角 四十五度角相对形成一个 那个一小银坡就成为小气候 这是一家陷于困境的国有林场 每年在开支缺口四到五百万左右 这是人们和大自然的一场较量 在羊坡造林特别难活 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 你看这东边那个蒙面这个 这个树苗已经很少了 保留母树天然落种法 四怀断根激活蒙涅法 小反坡造林法 深陷困境的国有林场 如何起死回生 又意外赚到了百万财富 同样是在山上挖树坑 因为规则形状的不同 在背对太阳的一面 做了一个小反坡 这样就在整体高温干旱的阳坡面 人为创造性的制造了一个个小阴坡 从而给幼苗成活 提供了一个相对阴暗潮湿的小环境 小阴坡呢 这个温度是吧 这肯定相对来降低 另外呢水分能减少水分 蒸发阳光值得少 而且这个水呢 上面到时候下雨的时候 有的地表水能存到这 可能是相对来提高水的通浪的含力量 有利于苗部的水能 小反坡树坑虽然挖好了 但栽种的时候也像常规植树那样 把树苗栽到树坑底部的中间位置吗 这个中央是哪个位置呢 就是外面的中间位置 树苗不是栽到树坑的底部 而是栽在反坡面的中间位置 这就避免了雨天的时候 山上流下来的水土 对树苗造成了淤积 水大的时候 它土反而要把雨土 雨到这程度以后 它可能这两边没有全面封闭嘛 这水就从这流出去了 等这个土上就流到下巴之后 土层后还得那高 真的有比那个苗们生长 三个造林小组 创造性的采用了三种造林方法 于清君在即将砍伐的游棕林里 保留了一些亩树 希望通过天然落种造林 李绍辉挖断了刺槐的树根 希望能够激活树根的蒙涅能力 沈中志在石志山的羊坡面 挖出了很多小阴坡 希望能够提高造林的成活率 三种造林方法 成本明显都节省了很多 但造林效果究竟怎样呢 这棵树就是我们天然落种萌生出来的树 现在是两米六七左右这么一棵树 眼前的这片林底 稀疏的游棕母树下面 已经郁郁葱葱地长满了游棕树苗 因为游棕母树每年都要落种 母树下面的空地上 每年也都会长出新的树苗 照这样下去 林底的密度岂不是越来越大了吗 通过天然落种萌生的幼林 它的每亩树数达到一千树以上 在幼树生长到五十公分以上的时候 因为它的营养空间不够 我们要进行定树和抚育 以往的时候 对于过密的几树幼苗 通常会选留一棵 其余的直接剧掉 可现在石鸣峰却舍不得了 有的长势比较好的苗木 我们进行了采挖 作为造立绿化大苗进入市场 对于有绿化潜力的幼树 只要有足够的空隙挖走 就不再剧掉 那这空隙到底有多大才可以挖走呢 除了考虑移树苗 能挖出十倍地径的土坨 还要考虑不能伤害保留树苗的土坨 这样的移栽才具有最大价值 不仅采挖土要回田 旁边捆绑起来的枝条也要松绑 恢复生长的正常状态 将来咱们的商品上这两颗 再养三年就是一百多个钱 咱们经用五十多年的树 卖领财卖五十块钱卖不上 以往做定株管理 直接剧掉的树苗不仅不卖钱 还要花钱请人脱下山 防止树枝堆积 带来火灾隐患 如今作为绿化苗木挖走 身价顿时飙涨 不仅解决了定株抚育的费用 也给林场带来了额外的收入 就在大家选流苗木的时候 从山下又上了一个商贩 指定要买山上达到规格的幼苗 我看看这棵 这种形状的话 这给我挖八十来棵吧 一百块钱出售 排点吧 八十一棵 这货要的也不少 行 八十就算成竅了 具备绿化潜力 但还不够绿化规格的小苗 移栽到山下的苗圃里继续培养 对于已经达到绿化规格的幼树 根据客户的要求 可以移栽作为绿化苗木 这也是我们做的 把发墩挖出去的实验 下面我来数一数 这个一共咱们蒙液出多少个枝条 四怀试验的三种断根方式 都蒙液出了新的枝条 经过仔细对比 蒙液出来的幼苗数量 李绍辉发现 挖树墩和不挖树墩的相差无几 但圆形断根和环状断根的 也相差无几 在重力的作用下 植物的营养和土壤的营养 都向下方走 所以翠儿怀下部蒙生的枝条 蒙根系发达 通过翠儿怀断根之后 翠儿怀下方的根系受到四节 会长得更好更旺盛 上部根条少 所以说它整个断根 跟半开构形断根没有啥区别 一年过去了 沈中志采用的小反坡造林 成活率究竟有没有提高呢 利用这个小反坡造林技术 现在的成活率 由原来20% 先提高到90%以上 可以说造一次 就已经成林 能达到这个效果 相比传统大规模的人工造林 三种造林方式的创新利用 都极大的节省了成本开支 厂场持民风头疼的问题 终于解决了 通过经营游松大苗和刺牌大苗 还有做了一些食用菌产业 通过这些产业的发展 弥补了目前林厂开支资金不足的问题 通过林苗一体化经营方式 黄土粮子国有林厂 不仅保护了林业生态环境 还摸索出了一条产业化经营道路 但这些对持民风来说 探索的道路才刚刚开始 撇去五花八门的林下财富 踏踏实实种好树 照样能致富 保留母树天然落种法 刺槐断根激活蒙涅法 还有扬坡面的小反坡造林法 河北省平泉县的黄土粮子国有林厂 一反大规模挖坑飘水的传统造林法 别出心裁用心招用巧招 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不说 还收获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实现了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的双丰收 活在丛林中林下财富型 还有哪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生财之路 我们继续期待 好 想来在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插去浏览 感谢收看绿色时空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